众生意平等 魂起 将所迅的静人和人的远景 纠直调如明亮大惊 九龙世 七号 黄毓民 马玉生 那女友 更美风景 人民都可以 人民都可以得逝 MyRadio.hk 全力支持 公投制宪运动 欢迎大家收听风人丸 我是比亚 Johnny 大家好 大家如果有留意奥林匹克运动会 现在英国终于超越了大陆 超越了匪国 匪国的奖牌数目 之前日本排第三 但可能日本不是参加很多项目 所以都是超不到的 那就比英国超过了 就是祖国 终于 祖国是英国 祖国是英国 我们的真正的祖国 在国际上 在国际上 祖国真的是英国 对于加拿大而言 我不知道 可能大家都有看过一段新闻 就是强国坦克车 那是什么 event 那是什么 event 那是很搞笑的 可以说是军事奥林匹克 是什么来的 我想听都没听过 其实是俄罗斯 俄罗斯很喜欢搞这些东西 我想以前也是有的 宋远时期也有的 就是武器斗勁 也不是 他是邀请俄罗斯的繁熟国家 大陆是俄罗斯的繁熟国家 大陆是俄罗斯的繁熟国家 即是那些和我 即是那些前苏文国家 北韩我不知道有没有邀请 可能没有的 可能没有的 接着就去俄罗斯比赛 有什么特种部队 障碍赛 可能是斗摩射击 然后斗摩射车越野 就是什么 匪国的摩射车 叫做九十六式坦克车 他很搞笑 他看这段片 他有些 即是地下很坦平的 那摩射车在上面 他很快经过外 然后斗摩射车 接着前车 车的车 其实只有一个车 即每一边只有一个车是有动力 即是那条带就连着那么多车 但是一个车是会移动的 是的 只有一个车是会移动的 其他的车是去支持着车的 其中一个 即是front view drive 它好像是后驱的 即是引擎在后面 就像车那样 是的 其中一个不动的车 它就躺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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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躺下躺下躺下了 然后再躺下躺下了 但是那些车 即是如果脱下躺下了会不会影响到它 我想你脱下一个也OK的 鞋也能走着 尾巴也能放在一起 是的 但是如果你脱下躺下 就整个躺下躺下 那就是它说 你脱下车很正常 很正常 很正常 其實它不只靠鞋那麼緊 不爆炸已經算好了 它不只靠鞋那麼緊 它有條軸連著鞋 它那條軸就撞掉了 那條軸就爛了 那另外那邊也很容易脫掉 它不是踏車的軸 那條軸是怎樣的 就是兩個鞋連起來 分開的 就是這樣放進去 好像砌模型 有些波板糖 是波板糖 但是它是圓一邊的軸 斷掉了 所以就脫掉了 它一旦斷掉了 真的很差 那些不是應該有很硬正的嗎 那些是很硬正的鋼 我想大陸鋼 這樣就解釋它 我們有一集都說過 大陸做的地鐵 有些滅痕 其實滅痕呢 如果有很大的影響 滅痕就會令它馬上滅 就是不會咬 其實金屬和這個 譬如膠 譬如陶瓷最大的分別就是 金屬呢 如果很大約一東西打 譬如一東西坐在地上 那它會彎 但是如果它是玻璃 或是膠 一坐在地上就很壞 很壞 很壞 但是如果它有些滅痕 一坐在地上就爆了 就爆了 所以大陸的軍備品質 真的很差 不是軍備 那些重工業產品 那些品質真的很差 所以它經常在地上說 英國 美國人說 跟他們開戰 又說現在跟美國打一定贏 又說不知為何跟日本打一定贏 你聽到這些 你真的相信 你相信他 相信他之旗 有一個 不知道Facebook幾多個帖 說有一個人出了一張圖 就是集合了這麼多年來 一直以來大陸的新聞 一直說 每逢大陸有什麼軍事的新進展 一定是在標題裡面 一定是說 美國聽到都害怕 即是美國什麼時候都害怕 對 即是他們有什麼意思呢 美國都害怕 第一你無法證實美國是否害怕 美國又不是跟你談 美國怎麼說你害怕不害怕 有個發言又說很害怕 第二來別人害怕你又怎樣 那你的東西是廢 你真是打的 你真是打到盡才知道是否厲害 都是的 但有時候看一些細微的東西 譬如你這個 過一個醬料菜 會脫掉 整條族都斷掉了 即是看到你的東西有多垃圾 所以快點開戰 快點開戰 不打正契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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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打 這段是說笑的 上星期有一段新聞都很轟動 就是有一個 加拿大 加拿大 在倫敦 倫敦 附近有個小灘 有一個所謂恐怖分子 是不是 恐怖分子這個名字 他是支持恐怖分子 支持ISIS的支持者 是的 他就是 如果大家看新聞 其實很大件事 都很轟動 都很轟動 是有個警察 即是他那時候 有些不知名的物體在他身上 就是爆炸的物體 即是有些不知名的爆炸物體在他身上 他引爆了一次 然後是傷到人的 之後警察就來到 然後就開槍制服了他 他好像是在一個的士上 即是他之後有些報道 說清楚 他是白人 是的 即是很 他爸爸以前還是軍官 對 你想像一下一些ISIS 即是這些恐怖活動 即是你想像一下 很多人會說 恐怖分子 一定是中東人 即是你想起的樣子 都會覺得是包頭 中東人 劉長蘇 就是AK 但現在不是 現在是一個白人 年輕人在倫敦 即是很近 是一個ISIS支持者 可以拿自殺式子彈去引爆 即是他的故事就是 本來他打算搭的士 去一個商場引爆 但是他 那就麻煩了 即是他 如果真的被他做到就麻煩了 是的 雖然那個炸彈 即是不是自己弄的 是自己弄的 自己弄的 也不是很厲害的 即是有一張照片看到他炸的士 即是 都不是整個車炸了 他的後座都好像燒焦了 即是他在這個 他去過商場之前 就被警察捉到 即是 即是 不知有沒有薄分 總之死了 這個 不過RCMP 就有一點樣子 就是 即是FBI告訴他 是 其實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 我之前也有說過 很久之前 我們說其實 很多時候去 去 防犯一些恐怖活動 防犯一些恐怖活動 很多時候 即是你去機場那些 去檢查你的手袋 去檢查你的身體 去過那些機場 即是BBB的那些 金屬探測器 那些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些只不過是做的樣子出來 讓你覺得好像很安全 安心一些 但其實 實際上 很多 真的恐怖分子 他們真的認識的話 他們可以避過那些 完全沒有問題 很容易 很容易 所以其實真正 即是我們這樣說 好像 如果不是的話 那現在恐怖活動 一定是全世界發生著 其實真正防備到這些恐怖分子 恐怖活動 其實是來自情報的 即是 政府機構 情報局 他們會去 有不同的方法 去找到不同的情報 不同的資料 然後就會知道 在哪裡真的有人 在預備恐怖活動 可能在計劃一些 就像剛才那樣的 那件事 即是這個也是FBI 他們一直跟著線 然後找到出來的 即是這些其實 如果你就這樣去 即是如果你完全不知 頭不知路的話 你完全防備不了 你一定要是本身 跟著一些情報 然後你靠那些情報 然後一直找一找 所以ICMP 是完全不知這件事的 他真的很搞笑 其實那個人 已經知道他什麼事了 即是加拿大政府 知道他什麼事了 但已經是跟他談了點數 說我現在知道 你有這樣的傾向 即是我現在知道 有這樣的傾向 我知道你說想做什麼 那現在 我跟他談了 我不會拘捕你 即是他不會用反恐來拘捕你 但現在會 即是可能要報到 等等 即是他一直應該 照顧著的人 他都不知道 那我想 即是有點差 即是有一點失策 其實是 不過可能也有很多人 要觀察的 加拿大 其實我想經驗都很重要 可能其實他根本上 即加拿大政府根本上 就是沒有想過 原來一個這樣的人 即是他們算是監視著的人 其實原來他可以做這些瘋的事情 但其實可能FBI 即是根據 美國我習慣了 習慣了 他根據他生活習慣 可能根據他不同的東西 找到他 已經猜到 其實這個人可能真的會做這些事情 可能看他買些東西 買賣紀錄 平時去相用卡紀錄 看到他錄了什麼 就會發覺他可能想做些東西出來炸人 即是Amazon也猜到你想做什麼 是的 所以其實這些是可以 即是美國人是會 即是他們是 擺明是侵犯你私人的 這就不用說了 這就是眾所周知 即斯洛登那些 他爆出來的那些其實都是 即是 都是真的 即是美國人是真的會 拿你的資料的 但他拿你的資料 不是像大陸那樣拿你的資料 然後去跨境抓了你 或者抓你鎖艇 美國都拿你的資料 是真的有他的原因在後面的 他真的 即是可能有更多原因 我不知道 但會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要防備這些恐怖活動 當然如果你平時沒有什麼 你不會去弄炸彈的 他們不會搞你的 但如果你真的遇到 有這些人 就是完全不知道 是一百人的小孩子 你猜不到 原來他就是一個恐怖分子 25歲 是不是 24歲 就是20歲 你完全猜不到 但他就是會做這些事情 然後 如果沒有那些情報 如果你不是知道他的私隱 如果你不是知道 他平時的網路紀錄 不是知道他 可能是電話紀錄 那樣 你根本是防備不了這件事 即是這個事情 因為兩人到 一來你又要去 即是你沒有錯 你的私隱是讓他知道的 但是二來 他也是靠這件事 才可以保護到你的人生安全 還有你說用一些很硬的方法 例如要多些CCTV 然後又有機場那些 即是要很單純的法例 其實這些 即是你手 即是你這麼多位手 你這麼多人 其實是做不到的 即是就算美國政府也做不到 那就要用一些比較聰明的方法 例如用電腦去調查 即是人的生活習慣 其實你去Amazon買東西 Amazon也猜到你想平時做什麼 你去Facebook like page 是嗎 是嗎 完全是 你Google搜尋那些東西 是嗎 基本上其實你不用說 什麼很複雜的 根本是同一個account 是呀 Amazon Google YouTube 全部同一個account 他真的不用說很暗地去做這些 根本擺明就是這樣 是呀 即是你一開始做那個account 你說I accept的時候 已經接受這些東西 你自己不看了 是呀 不過有人會看 就是他們其實本身已經 即是有了你的資料 其實全部東西都擺明了 但也是因為這些資料 他們才可以做到這些 即是這些 才有這些情報 去幫它捉人 還有就是其實 即是 即是 怎樣想 喂 喂 monitor 或者情報 間諜 大家想起007 這樣 即是007 我想現實上 就一定有007 只是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誇張 而且最重要 最重要 其實 最重要 就是 你聽一下就聽一下 就很容易聽到很多表 所以 最新一集 詹姆士邦 都是講這個 就是 那個 MRI6 就是用很多電腦 是 但是之後 詹姆士邦就說 我是很old school的 那就是全部回到old school 其實當 假設一個犯罪集團 他們真的 做到很小心的話 其實他們會 不會把那麼多東西 放上去電子世界 即是就算電話 也不會那麼多說 多數都是會 即是無間道 為什麼約出來 在天台聊天 就是同樣道理 所以其實 就是 如果當他們去到這些位置 他們絕小用電子儀器 絕小把這些東西 放上數碼世界 你無論怎樣 你都不會找到這些資料 所以其實最有效的方法 都是人 當然這個成本也很高 所以才給那麼重的稅 不過家人是這麼重的稅 都搞不定 家人的情報真是浪漫的 家人的稅是去了別的地方 不過你很幸運 很幸運在美國照著 其實FBI說是Federal 即是美國本土 其實保護加拿大 其實是全世界的 差不多 FBI不是全世界 不過加拿大一定有 因為加拿大實在太近美國 即是你保護加拿大 同樣都是保護自己 因為他是最近的鄰居 即是911那些恐怖分子 都是加拿大飛過來 所以很重要 那次之後就更加多些去照顧加拿大 即是更加多些去照顧加拿大 是啊 所以Donald Trump 他不是說過要在加拿大和美國 要加強 加強關係 不是加強關係 加強保安 有人有起牆牆嗎 起死他 加拿大又沒有起牆牆 你沒有起牆牆 你沒有我們照著 沒有北方大國照著 對 沒有我們鄰國照著 OK 那 那些人移民去哪 什麼 沒有我們照著 那些人移民去哪 喔 什麼 OK 那今集其實想說 今集想說一說 其實恐怖活動來我們很近 是 那 那 即是 即是你即使是保護自己也好 即是旁阿新 都要知道很多 即其實很多的恐怖活動 是可以 是 有很多方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 嗯 其實他有 即是 有多近身呢 是 這麼不幸運 讓你真的遇到這種情況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是 其實有多近身呢 就是 其實星期五 星期五 這個 RCMP 就跟 哥倫多 的 即機場 Goltrain 那些 Goltrain Golbus Viva 然後 TTC 那些 那些 就發出警告 說 有可能 即是有機會 即是他不說 不要回答你 即是他說有機會 是會有襲擊 那 即是 我沒試過 其實很恐慌的 你這樣說 即是你這樣說 那些人 搭不搭車好呢 是啊 那你搭你又不一定有 但你不搭的話 你又很不方便 是啊 但是 即是可能你搭你又怕 真的會發生 那你發生了 要怎樣算呢 即是他又趕不趕 是啊 是啊 其實我們這集就是想說 其實發生這些事 如果你在那個情況 可以怎樣做 怎樣做 可以怎樣做 即是你聽過好像很遙遠距離你 但不是 即是多人多政府都發出警告 RCMP都有警告 是啊 是有可能有恐怖襲擊 但他又不教你怎樣防備 而且也不止恐怖襲擊 你之前在Ethan 下一個DantownEthan Center 其實那些是很多 叫做什麼 邊緣的 即是活在邊緣的 那些黑幫 黑幫仇殺 黑幫仇殺 那些 很多這些人 即是他們會 即是之前 其實不單是黑幫 其實普通私人恩怨 都會有這些 即是很多時候 即是很久之前 有一宗 又是說 在Wiresun對出 即是在 岸街那個 Ethan Center 北一點點 那裡已經是 有人捅人了 即是大街大巷 好像超早清神 像蘿蔔刀那樣捅人 都是私人恩怨 那裡 那裡是 那裡搶了那個女兒還是怎樣 不過anyway 對 對 所以大家注意 雞全部都是雞 對 這樣 即是 Ethan Center 那宗又是什麼 又是猛料 那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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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有幾個人 就拿著手槍 輕機槍 那樣 就去殺 去Ethan Center Food Court 就想殺一條人 我記得殺錯 還要是不是點錯上 還要點錯上 那什麼 輕機槍呢 輕機槍是什麼呢 你按了一下 就軟掃 是 那 你說Food Court 很可多人的Food Court 軟掃 即是很多人中彈 即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那次的死傷數字 你記得嗎 那次忘了 至少十幾人傷 死呢 死就好像不太多 不是很多 一個都嫌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教你 在這些情況下 你應該怎樣做呢 不知道有沒有襲擊 還有Yung and Finch 好像上星期又是槍擊 去那間 叫做貓頭鷹餐廳 是呀 那件事都很想 我經常去 餐廳的 事前又說 說真的 你想想想 你自己 假設你一天 你無緣無故 去吃豆腐湯 然後去那間貓頭鷹 然後之後無緣無故 有一個人拿著槍進來 怎麼辦 真的很恐怖 對呀 那間阿蘭 那間阿蘭 那個石頭兜 那要怎樣呢 基本上是有 我們下一節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回到第二節的封人院 我們繼續說一下 說一些很有用的事 對呀 即是 玩塞千有你的袋 你可以一集都不聽 今集一定要聽 即是救你一命 就是怎樣在恐怖襲擊 或者是任何 即是槍擊 或者是一些 襲擊 襲擊的情況下 怎樣保護自己 那記住 四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 就是Run 即是走路 第二樣東西 就是躲起來 hi 第三樣東西 就是call out 即是 告訴警察 告訴外面的人 即是 不在你的現場 你要告訴外面的人 第四樣就是 勇武 勇武 那 其實這四樣東西 排台是有先後次序的 排台是有先後次序的 是先後次序的 第一樣 你如果走到 一定要走 不要稱英雄 這個很重要 是的 我想大部分人 你都不會受過那些專業的 即是這些搏擊訓練 或者是 對於磁械者 你是沒有什麼 沒有這些訓練的話 你第一時間你馬上走 就算你是稱英雄 就算你練到很大隻 肌肉人 即是平時做健身 練到整身肌肉 六九腹肌 都不代表你可以制服到磁械者 是的 所以在那時候第一時間要走 就算你有接受那些訓練 你不是每天練 你其實都很嚴重 是的 即是你不同的 譬如不同的特種部隊人員 那些真的有練 是的 那些人就可以 譬如有支槍指援他 他真的可以在那裡有 是的 是的 因為他們知道 即是攻擊個人 在哪些位置 是弱的部分 是他慈懈者 即是他可能直接知道他的心理 知道他可能是 在哪些情況下 會突然間縮縮的 那你就趁那些位置 就去制服他 即是這些人全部都是專業訓練 是的 是要那些人 即是真的要接受專業訓練 兼且是不斷地去練習 才會懂得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要逃老 其實逃老呢 逃老也是很重要的 即是怎樣逃老 就是要不要馬上逃 因為你如果馬上逃 你沒有去計劃過怎樣逃 就會逃去攻擊那個人 即是逃去恐怖分子 那你就麻煩 其實你 其實我記得有一次跟他吃飯 在中東餐廳 即是我們那次在聊 如果有一個人拿著機箱鞋進來 我們應該怎樣 我們想定的 我們那時候真的 我們說走後門的 走後門 但我會說 如果是中東餐廳 會不會是內人做的呢 那如果會不會是在後門進來 真的聊過很多這些 不過是要走後門的 其實這件事 即是大家聽說 這麼搞笑 知道你去哪裡都要 都要想想怎樣逃老 其實某程度上也是的 即是你不要說有恐怖襲擊 你譬如火警 是 火警 或者突然間停電 那你也要想想怎樣出去 我記得有一個朋友 有一天他去火警演習 他大概住很高層的 他就說 那天 不知凌晨這幾點火警 火警中突然響 然後我要下很多層下去樓下 二十多層樓下樓下 然後我跟他說 其實如果你是很高層的火警 其實應該要上天台 對 應該要上天台 然後等直升級救你 如果真的是火警的話 如果沒有事更加好 不用下那麼多層 除非火警在你南上 對 對 這樣就下去 如果高層的話 火警多數都是在你樓下 即是你下去也沒有用 即是你走不了人 是的 那你要想一下走到哪裏 還有其實我們剛才說的一件事 跟human nature很抵觸 那為什麼就是human nature 一發生突發事件 他會做什麼 就是會定了在那裏 是的 不知道怎樣反應 不知道怎樣反應 那其實這個定了在那裏 你看動物都會的 是的 你有試過嚇到小狗嗎 雖然很壞 那我沒有 沒有 你可以試一下 我在那裏 我很有愛心地做事 即是有時嚇到動物 嚇到蟲鼠 然後就看著你 是的 這樣很搞笑 雖然很壞 那他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如果你突然有事發生 他就會以為 即是他本能上就會覺得 有醃食者去吃他 那如果他一不動 炸死 都不是炸死 我想他一不動的話 即是他看不到 其實多數動物就是 哦 都是的 是的 即是你一動就 一有移動是會吸引到人注意 吸引到注意 你站在那裏其實很多人都會流眼 是的 那這個某程度上 你動男動男聽清楚 OK 這件事在某些情況是適用的 但譬如突然之間爆炸 突然之間有人開槍掃射 你動了就很大 是的 那這件事其實都是一個訓練 譬如警察 譬如軍人 他們可能都會呆一呆一會 即是很短時間 他們會呆一呆的時間很短 因為他們接受很多訓練 他們已經潛意識上 已經懂得怎樣做 即是都不用怎樣用腦去想 其實是的 當你呆一呆在這裏 其實同時間你的腦都有一片空白 你都不知道那個 因為你未經歷過這些情況 你不知道你最好的做法應該是怎樣 因為有些人會大喊 大喊之後他們會做什麼 有些人是腳軟 但你不知道應該是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是受過訓練的人 你知道在這種情況做什麼 就算你拿一片空白 你本能上都知道第一件事 是要做什麼 還有其實有一件事叫做 其實這個很重要 什麼叫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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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說過一次想過一次 已經是一個想法 experiment 已經是想法 experiment 已經對比真的有事發生的時候就很大幫助 其實如果大家平時只有一條一條逛街 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或者是想想一些事情 其實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在你那個情況 假設是一個室內 你如果有條一條突然拿出來 你應該怎樣做 你應該去你的逃生方向在哪裏 其實不要經常對著電話 其實你這樣放著電話一定會死 死硬 死硬發生什麼事 其實在台灣都是什麼 台灣都是很多 就算是沒有恐怖襲擊 都有好像鄭哲那些 無差別殺人事件 拿把刀進來 然後不斷斬人 日本也有 你在那些情況 假設如果你們現在是一個室內的地方 或者你們可能會去街上 去到一些商場 你可以想一下 在你現在的地方 如果突然間有一個人拿把刀 不斷斬人 你應該怎樣做 你應該跑去哪裏 你應該跑去哪裏 其實你偶爾想一下 你不要跟他死過 你就不要去搶他的刀 就是你去想一下 平時多一些這樣的思考 其實對於真的這些情況 就是你們覺得可能不可能發生 我也希望不會發生 但是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如果真的發生的話 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平時多一些留言 多一些想一下 除了走路之外 如果走不了 門封死了 那就躲起來 躲起來 就不是捉迷床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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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盡量 可以找一間房間 鎖了 然後就好像看電影 把桌子 椅子 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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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窗 那間房間有窗 就關掉窗 鎖了窗 還有 那間房間有任何會發出聲音的東西 都關掉 是 如果有聲音 那恐怖分子可能會以為有人 就進來做 還有 其實很多那些恐怖分子 除非他是一個特定的目標 他如果那個房間鎖了 他根本就不會 他鎖了就不進去 是 假設是無差別的殺人 是 他當然是捨而取易 是 捨難取易 是 他誰容易殺 他就殺誰 所以如果你 令到自己 不適合 他 這樣 相對上 你都安全很多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要保持冷靜 例如躲起來 不要太害怕 這個我知道很難做到 但是 要保持冷靜 還有可能 那個 那個 襲擊者可能會假裝需要幫助 然後叫你開門 哇 這麼賤 很賤 大家要想 如果你開門 有什麼風險 說真的 你又不可以看著他們 如果真是一個人 要救命的話 你看著他死 又很壞 但是如果那個 但是你小心 這個始終 你自己判斷 是 很難說100% 因為始終人性都是軟弱的 不是說軟弱 人性都是善良的 你看到有人想幫 其實你也想幫他 但是 假設如果那個人 真的是那個恐怖分子 扮演的 你自己也有危險 這個大家衡量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然後第三件事 就是去找幫忙 就是 你有任何通訊 譬如電話 有電腦 也好 或者簡直是 你那個房間有窗 你在窗裡做些記號 就是告訴別人 譬如有多少個 有多少個恐怖分子 有什麼武器 有多少位傷者 那這些情報 其實對 譬如警察 對特殊部隊 其實是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呢 多少人 什麼武器 多少傷者 他知道會派多少人來 他知道會派多少人來 知道要什麼武裝 知道要救護 要多少人 還有告訴他 他大概 那個恐怖分子的位置 他知道怎樣部署 是的 是吧 那這些事其實要盡量去 如果你知道的 要盡量告訴那些執法人員 是的 還有他有什麼樣子 因為可能他會走路 是的 在附近範圍都可能會 追捕那個人 是的 但是譬如 其實都要小心 就是可能這樣做 會被那個恐怖分子發現 盡量在這些情況下 先保護自己 是的 就是第一時間 避免是重要 就是你生存 是絕對重要 比你告訴外面的人 是的 如果你要說 但是會令到你的生存十六位要 那就不要再說 都是要衡量 是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不要自己的同 你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重要就是保住自己的命 那最後 譬如 假設全部都不成功了 全部都不成功了 真的要勇武抗爭 是的 就是逼到盲心了 逼到盲心了 入到你了 拿著把槍指著你 那你要做什麼呢 你千萬不要用愛與和平 全靠你了 對 對 因為那個恐怖分子 或者那位攻擊 會攻擊你的人 他多數會處於一個 精神是 很亢奮的狀態 很亢奮的狀態 你要 你要 真的不可以用石搜催眠法 是的 去催眠他 一滴 兩滴 如果最後 你真的要 如果不是他死 是我死 那就是要怎樣 怎樣攻擊呢 是用最暴力 最 最 aggressive 最 總之越暴力越好 要來攻擊那個人 例如 打 男人最痛 對 總之你做什麼 就是說 哇 我打下去他會死 你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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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打死他 對 打個男人最痛 假設是男人的位 你整個棍子 有個鐵通 真的一咬到他的頭 對 當然頭是最 最 相當的位置 你打下去真的會 會立即令到他 即是如果你夠大 會立即阻止到他的行動 但是 如果不行的話 如果身體在下面的話 大家知道怎麼做 就是 就是 下半身最痛的位置 他進來 你就蹲在那裡 一下子 對 如果是尖的話 就不要打橫 用尖的位置上去 一下子 武器很重要 武器 武器很重要 如果有武器真的要立 立工 立工 其實最好就是 計劃好 怎樣攻擊 計劃好怎樣攻擊 計劃好怎樣攻擊 或者可以 例如 扔一些 審一些 例如 扔沙 滾水 有一些 油 滾油 什麼 英雄本色 你想想任何最骯髒 最骯髒的招數 用你殺蟑螂的方法殺他 是啊 就是你殺蟑螂 你想到最邪惡的方法 就是你怎樣淋滾水 怎樣淋火 燒他 全部都可以做 總之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是他死就是你死 這個是沒有任何道德規範的 其實 總之就是 不過這個就是 就是最 唯一 就是最 最後的方法 這個是 因為其實 這個已經是 最大危機 最大危險 假設你吃豆腐湯 更熱的話 就淋下去 是啊 剛剛對上來的 是啊 就是這個 那這四樣東西 最重要 是保住你的命 先走了 其實我想 如果在那個情況 最重要是 第一一下 就是深呼吸 讓自己平靜下來 你不要令自己 是處於那個 因為你腎上線素 會馬上升 是 當你在那個情況 你腎上線素一升 你就會 很多東西 就是當然 腎上線素 會令到你的思想 是 清醒一些 但是同一時間 就是你本身 你個人 對面對的情況 你會很惡然的 所以當你深呼吸 你慢慢去 抑制自己的情緒 你就會 腎上線素 就會令到你 頭腦清醒很多 然後你就會知道 你至少 你會做一個好一點的決定 在門的情況下 還有 如果你真的要呆 一有什麼事 立刻趴在地上 對 為什麼趴在地上 這個其實很合理 你呆都在地上呆 不要怕呆 你呆都在地上呆 因為你趴在地上 例如爆炸 或者地震 或者地震 或者槍擊 你趴在地上 是安全很多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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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 有人救了 有人救了 你不要 有人救了 其實 那些東西 你手拿著 袋子 例如 外套 你扔掉 為什麼呢 看過很多片 那些美軍 記者都殺了 說攝永基是火箭炮 那些警察其實都很害怕 說真的 他如果看到你看著東西 他就有機會以為你是有槍 那他可能會先射你 還有一件事就是 舉高雙手巴的頭 對 對 令到他覺得你是沒有威脅 沒有威脅 那他就不會先射你 對 還有不要做一些很突然的動作 就是慢慢走 我知道你很想走 對 但是不要尖叫 對 這個很重要 很多人都會在這個程度尖叫 不要軟動 就是慢慢走慢慢走 對 最重要是冷靜 還有不要煩那些人 不要煩那些人 不要煩那些人 謝謝你媽媽 不要阻礙著 對 不要阻礙別人做事 對 這樣 那 其實 就是剛才說一堆東西 剛才說一堆東西 都很難記那麼多東西 所以就是平時 你平時就 就是留意多自己的環境 最重要是走 其實第一件事你最重要記得 有路走 對 所以你平時要想多一些 在那個程度 假設你現在身處的地方 有恐怖活動 有人有窗 你要懂得在哪個位置走 嗯 懂得找路走 而且 例如留意自己的環境 留意其他人 就是那些人 例如 會不會突然之間有些人 有些很突然的動作 那你就會小心 對不對 就是多數人 不會有這種動作 就是會有些不同 普通人的事情發生 是不是 那就要立刻留意 可能 或者就立刻會有一個距離 這樣 另一件事 這個都挺有趣的 就是 你在你住的附近 或者工作的附近 做一個對自己友善的環境 就是可以有地方給自己躲 對 譬如 你經常去買咖啡 那你就跟你買咖啡的員工 就好些 那 譬如 救你一命 救你一命 或者你留下看間 你還是對他好些 OK 那他有什麼起事上來 就可能會救你一命 是啊 OK 那今集就到這裡 我希望聽眾 沒有機會會用到這些東西 是啊 就是最好 不過 不過都要知道 以防萬一的 是啊 大家多點留意一下 OK 今集來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拜拜